今天晚上呢出来一条消息 就是六四天网的王主黄奇呢 被中共的这个法院的所控 那文章是这么说的 因为帮助四川大地震死亡学生的家长 黄奇被中共的法院的控告 文章呢上来是这么解释的 说曾经帮助四川地震当中 死亡学生的家长的维权人士黄奇 遭到中共大陆的法院 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 在三号的时候将要受审 而黄奇的妻子向海外的通讯社表示说 已经接获成都法院的通知 但并没有讲清楚对黄奇指控的内容 也不准他或他的律师查阅任何文件和证据 黄奇早年就曾经被捕过 他是一个六四天网替老百姓说话 这么一个人 而他整个过程中呢 他一直是以维权人士和帮助这些受欺凌的人士呢 这么一个角色出现了 那这么一个人他怎么叫非法持有国家机密呢 你听起来这个词就变了 而黄奇这次为什么惹到中共翻脸了呢 也就是跟中共直接拿他来开刀呢 是这样的 本身就是四川人的黄奇 于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呢 积极参与了救灾活动 数以万计的中小学生因为豆腐渣校舍倒塌而丧生 黄奇曾经协助死者的家长进行追讨 并且在网上写文章揭露了豆腐渣工程 所以大家明白了 我就觉得黄奇这件事情这样做的话 那所有在在这个四川大地震当中 失去了孩子的家长父母 以及相关的亲朋好友呢 就应该站出来为黄奇撑腰 自由亚洲电台的文章开始就说 已经被捕半年多的维权网站六次天网的负责人 黄奇的家人在星期一突然收到了法院的通知 要第二天开庭的通知 而北京的律师于当日就赶往成都 抗议未能在三天之前通知开庭的做法是违规的 那经过交涉呢 院方也就是法院本身呢 表示可以拖后也就是择日再审 原定呢这个案子将在星期二来开庭 但是呢 黄奇的妻子曾丽呢 在当天上午告诉这个自由亚洲电台说 她说通知我说明天就要开庭 但是她没有律师的联系方式 是指这个成都当地的法院 她说让我通知律师联系他们 也没有说开庭的时间 黄奇的妻子呢明确说 认为如此仓促的这个通知开庭 是有阻碍法律援助 以及社会声援之嫌 她说她曾经跟这个记者是这么讲的 她说我们六月份就请了北京律师 而你现在说没有律师联络 按理说检察院移交卷宗时就应该有 但是法院方面说没有哪条法律规定 检察院要移交律师联络方式 她说我们不知道 你通知律师联系我们 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今天在国内所有想通过法律手续 法律程序找回自己的公正 找回自己的人权 你那人权在法律面前什么都不是 你那人权在法律面前有一天试东西的时候 是因为党需要利用你所谓的人权的案子 来给他树立光辉形象 但是如果当你触及到党的利益的时候 那党一定用法律武器 而且根本不掩不盖什么都不管了 直接就下家伙直接就把你定罪了 定罪的时候可是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 按照什么四川省的法律哪一条 按照成都市的哪一条 这么来说的也就是你还是犯法的 在报纸上在媒体上在电视上都是说你黄旗是犯法的 你说普通的中国人哪天能见着晴天白日 秦流感这件事情呢 其实已经引起了真正明媚人的注意了 秦流感的整个的影响的状况 非常与当年SARS也就是非典时的情况类似 看中国登了一篇文章 叫香港的专家指出大陆一个月有八个人感染了秦流感 这是极不寻常的 文章是这么说的 他首先提到呢 在香港叫做愚农自然护理署呢 星期六证实在星期四的时候 上星期四也就是1月29号 以及在星期六在大宇山的海湾呢 找到了三只鸭子和鹅的尸体 那经过化验初步测试呢 认为它带有H5禽流感病毒 而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研究中心的总监叫做何伯良 他相信这些死鸭呢 是从大陆飘来的 何伯良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说 因为在香港目前没有H5禽流感病毒 我相信有很大机会是从内陆流进了香港 到底传播的途径怎么样 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但是呢 他明确说呢 整个水的流向是从大陆的方向流向香港 在香港的岸边发现之后呢 应该是这么个来源 因为何伯良是香港大学的传染及感染病中心的总监 所以他接受采访时呢 更加明确说 一个月内有八宗的病例 这是指大陆了 他说这是自03年 发现了第一宗人类禽流感感染个案之后的最高的数字 为什么在今年年初突然间零星个案上升 他说这个暂时去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但应该从多方面的病毒学和流行病学进行深一步的研究和分析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